突发,北戴河会区北京大安山崩,今晚天象至唐山以地震,正值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大陆发生多起异常天象,8月11日北京市房山区的大安山,发生大规模山崩网民拍摄的片段显示巨大的沙尼从斜坡冲下掩埋道路,场面相当恐怖今日傍晚寓意,凶兆的天狗十日天象再次出现,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出现。 此外8月5日和北唐山市发生地震,距北戴河仅86公里,这是在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时间再次地震。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四川九寨沟和新疆也曾接连发生地震,北京大安山乡大规模山崩,3万立方米山泥远公路。 据大陆新浪微博11日报道,事发,今早月八十半现场是房山区X209公路进军红路大安山乡网民的影片显示巴士,私家车停在路上。 突然前方的山坡崩塌山泥,如同投资搬滚下储掩埋公路,也有大量山泥翻下山坡。 北京新京报初步估计有3万立方米的山泥,它下事故为造成伤亡目前来往交通中断。 当局虽然派人到场清理,但估计,要本月30日才能完成清理来源。 YouTube天狗时日中国古籍记载天狗时日是国之凶兆,天狗是凶兴的称谓。 据大陆媒体报道,8月11日大陆很多地方都可见天狗时日,这是中国今年第三次日时,也是唯一依次能够观测到的日时。 中国的北方地区大部分可直接观测到日偏时中,东部地区可观测到待时日落。 此次日偏时的观测时间大致是在今日傍晚60到70左右具体时间,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 哈尔滨则是中国观测区,最早看到日偏时现象的地区,具体开始时间是今日17时56分,最时看到的地区则是贵阳,具体时间是今日19时12分。 而在北京地区,此次日偏时将于今日18时12分开始复原,是在19时28分离北戴河景区仅86公里的唐山市发生地震。 中国地区台网发布消息,8月5日16时起河北唐山市古野区发生3,3级地震。 河北省地震局趁节至5日17时54分当地共发生于震次次最大于震位1.3级路霉衬。 此次地震发生在唐山老镇区距1976年,唐山7.8级地震阵中34公里距离河北秦黄岛,北戴河景区仅86公里,河北省地震局趁2010年以来唐山地区曾发生2级以上地震1,29次,2018年以来,共发生6次2级以上的地震。 这次地震正值中共高层聚集北戴河召开秘密会议之时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四川九寨沟和新疆都曾发生地震,去年8月8日晚,四川著名的风景区九寨沟所在地。 九寨沟县发生7级地震兰州、成都、重庆、绵阳、西安等地震感强烈,并造成重大伤亡症当九寨沟地震让人们尚惊魂未定。 至即九日早上新疆伯尔塔拉州京河县,又发生6.6级地震,24小时内连震,而且都是6级以上地震时证评论员周晓辉分析,说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显然不是巧合。 古人有天人感应之说,意思是上天与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对应的关系。 天象的变化会带动人类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汉武帝时的董仲书,曾在回答天命,是否能挽回的测问时,认为根据前代事来看,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觉得很值得敬畏。 国家将要发生违背天道的坏事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如果不知道醒悟又显示一些怪异的事情来警告他,仍然不知道改变而后灾祸。 抬来到著名的西汉大学者经房对灾一约,得着大臣之位,当在安万民怀唐物类,而动摇者此不欲为君在安万民动摇不安私欲窜沙。 也以上文字是说,地震预示这大臣将要谋反国家,将发生兵变政权,或将一主历史上的周幽王,隋阳必皆死于兵变。 阿波罗孙瑞后报道。